Hola 我是金鸡師 我回來了 到古巴的第一餐就非常的雷 完全秒殺對古巴食物的期待感 還好古巴的調酒跟雪茄都棒棒的 對心靈療癒有極大的幫助 在古巴喝調酒抽雪茄就對了 古巴食物平淡無奇 但其中有幾道菜 讓我跟太太留下還蠻不錯的印象 這道下酒菜叫做Fajida de Seredo 鹹香的滋味除了很下酒之外 拿來配飯也是超搭的 而且做法也非常簡單 推薦給大家試試看吧 看到青椒出場會不會有人就倒退三步了呢 但說實在的 這道菜的靈魂就是青椒加洋蔥 少了青椒 蔥其量只能叫做蔥爆豬肉 不用怕青椒我們只用半顆 這邊我們用中型洋蔥半顆 順紋或逆紋切絲都可以 洋蔥處理完之後我們再來切大蒜 2-3顆左右切碎 最後切一些蔥花這樣備菜就完成了 如果敢吃香菜的話我倒是蠻推薦加一些香菜進來的 這道菜有一個稍微特殊的組合是玉米 除了炒起了甜香之外 還可以提升整體的香氣喔 如果你沒有烹燈這類的道具 那麼略過不烤也是沒有關係的 玉米處理完之後所有的備料就完成了 再來是準備醬汁 在古巴吃到這料理時味道上並沒有很複雜 單純的醬香跟鹹味 前幾口吃起來衝擊感頗大 眼睛為之一亮 吃幾口之後就想跟酒吧老闆要碗白飯來配 我的天啊 這實在太鹹了 為了不讓味道太單一顯得單調 除了一般醬油之外 我還加了伍斯特醬油 糖和白胡椒增加香氣跟風味 蠔油可以強化鮮味跟增加醬汁稠度 醬汁調配完畢之後 就進到最後的重頭戲 炒製的階段 開火 不熱鍋 直接倒油進來 油也不用太多 大概一匙左右 然後下蒜末 用中小火把大蒜炒香 聞到香味之後就可以把豬肉片給放進來 在豬肉炒散之後放洋蔥 這時我們把火力調整為中大火 快速的把洋蔥炒香 聞到洋蔥的香氣之後 我們接著下玉米 把醬汁倒入鍋中 大略拌炒之後 將青椒放入鍋中 加油 喜歡吃辣的朋友 在這時候可以灑上一些辣椒粉 或辣椒片 除了增加辣度之外 還可以增加一些香氣 拌炒到几乎看不见汤汁的时候 把最后的配菜下锅 稍微拌两下即可出锅成盘 一道美味又咸香的下酒菜就完成了 没有寄宿总结 但是有个心得分享 这道菜我试过用五花肉跟梅花肉来做 五花肉炒起来比较香 但也比较油 相对梅花肉肥瘦均匀一些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我是金鸡师 我们下次见 超好吃